您各位好啊,我是昆仑刘石 今儿啊,咱们又来到这颐和园了 今儿咱们聊点什么呀 今儿我打算跟您说说呀 在颐和园里,慈禧太后身边的一些人 要聊呢,咱们就从慈禧身边的红人开始聊起 谁呀,不像您肯定知道 这就是大太监,总管李莲英啊 这奴才啊,他就是奴才 甭管你做到什么角,多大的人物,他也是奴才 奴才呢,一般都住在碑房或者是乡房 可是这李莲英他可不一样啊 在颐和园里啊,这李莲英可是有自己的院子 慈禧太后亲自提名叫永寿斋 这个地方和老佛爷住的乐寿堂 有一道小门,紧紧相连啊 从这一点呢,就能看得出来 这慈禧太后呢,平时的衣食起居 是根本离不开这位大总管 李莲英啊,是河北大城人 在前清那晚啊,像大城河间县啊 都是属于直立比较穷的地方 所以啊,他出那个 什么呀,太监啊 在坊间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这李莲英啊,是河北大城的一个 泼皮无赖 早年呢,年轻的时候啊 背着一个梳头箱子走街串巷 给大宅门里边的小姐太太 梳头卫生 后来啊,因为与大户人家的姨太太 勾搭成奸 被人家老爷捉奸在床 不但给一顿胖揍啊 还给咔嚓了 走投无路之下啊 只好拖了在宫里当太监的同乡 沈兰玉的门子 这才进了宫 本想啊,在宫里啊 混口饭吃 抱胳膊跟就忍了 哎,这书头的手艺啊 算救了他了 这慈禧太后 他女人嘛 爱美呀 所以啊 就特别喜欢这个绘书头的小太子 后来呢 这安德海一死啊 李莲英算得了计了 立刻就被任命为太监总管 其实这故事啊 他虽然流传的广 不用我多说 您也不信 这进宫当差啊 祖宗八代 都得被输得清清爽爽的 您还别说呀 他本人是泼皮无赖出身 就是他爸爸 他爷爷有点眨的 也不行啊 实际上呢 从清宫当和李莲英的墓志上啊 可以明确的考证出 这李总管啊 他是自幼入宫 八岁那年呢 就被他狠心的爷爷啊 给做了个小手术 送进宫里当差了 那么这李莲英 是怎么发迹的呢 怎么让慈禧太后 对他赏识重用的呢 您别急呀 听我呀 慢慢给您说 这李莲英入宫以后啊 他不叫李莲英 他有个名字呀 叫李进喜 同志三年 十六岁的李进喜啊 进到长春宫 伺候慈禧皇太后的生活起居 坐在太后身旁的一名 贴身的小太太 这差事伺候的好啊 深得慈禧的喜爱 就给赐了个名字 叫莲英 自此啊 这李进喜小太太呀 就变成了李莲英了 有人说安德海一死 李莲英啊 便当上了大总管 其实不是这样啊 安德海死的时候啊 李莲英年纪并不大 宫里的太监啊 他是个混资历的差事 不过这李莲英呢 他学会了揣摩主子的脾气和爱好 千方百计的讨好主子的喜欢 还能处处的谨慎小心 就这样啊 李莲英他步步经营 在同志十三年 二十六岁的李莲英 就任了楚秀公的首领太监 像这种职务 那一般都得是进宫三十年以上的老太监 才有资格出任 而这李莲英啊 这会儿进宫刚十七年 到了光绪五年 李莲英出任楚秀公的四品花龄总管 随着这慈禧太后的日益大权独揽 李莲英的腰杆子也是慢慢的硬了起来 三十一岁的李莲英啊 就已然和静氏房的大总管平起平坐 这静氏房是什么地方 静氏房是管太监的地方 光绪二年 已然是大总管的李莲英啊 被慈禧太后赏代二品顶代花龄 虽然官还是四品啊 但是带着二品的顶代 这雍正皇帝有旨意啊 说这本朝的太监啊 只能做到四品 慈禧太后啊 是一个整天把祖宗之法 不可辨挂在嘴上的人 这次啊 为了李莲英 他也不顾及组成定下的规矩了 直接给这李总管啊 弄了个二品的荣誉顶代 与安德海靠俊美和巧舌如黄 博得慈禧的赏识不同 这李莲英呢 就靠俩字贴心 这李总管可是太后的贴心人 太后睡不着觉 就打不着呢 把李总管叫到寝宫 俩人聊点什么呢 张家长礼短 三只蛤蟆五颜 全是些个家长礼短 这李总管他聪明 他绝不提及朝政 打了半天的哈哈 这太后困了 就能睡个好觉 这李总管呢 他一次后就是一宿 有的时候啊 太后一翻身醒了 天亮了 这李总管呢 在旁边还给太后 扇着蒲扇 就您说这份孝心 他能不得宠吗 在这大总管的住处 永兽斋 前刀院门里头啊 有一颗丁香花 这颗丁香花又粗又大 我去的时候啊 它正是开花的季节 从这颗丁香花的粗细上判断呢 大总管挨这住那年 就应该有这棵树了 我想啊 这大总管当年站在这 永兽斋的狼颜下呀 看着前边这颗丁香花的怒放 他可能啊 会有点感慨 丁香花啊 丁香花 你是要开花接字了呀 总管我的丁丁啊 还挂在那个宝贝放儿的方托上呢 哎 这就引出了咱们之后的话题 为什么慈禧太后赏识的李莲英 那么招大臣的恨 这太监为什么那么爱财 那么爱攒钱呢 您要是乐意听啊 我还就乐意讲 您在呀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我呢就继续的讲给您听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的唯一动力 咱们回见呢 您的支持 我